做这个事情长的人多了 那成一周比你敢 比你长 比你更长 对 他也有感 就是我们的区别在于 我因为可能 我还有技术和产品的背景 我是拥有技术和产品 在这个领域是感觉比较好的 但你说我 我做互联网这么多 你说我对电子上 我有什么感觉 我没感觉 一点感觉没有 我也不碰 就是说 你跟巴布特讲过 你永远给自己画个圈 你要你自知之明 画个圈 我就做这个 对 还有就是说 你要相信 就是说 没有什么 可能另外一种 就是说 你不太相信 一些神话 就是 谁很厉害 我觉得跟都差不多 对我来讲 有一样 就是说 没有谁是 即使我跟这么多人厉害 就叫沟通 一起工作这么年 我也没有认为 他们就是说 有什么三头六臂 或者比你聪明很多 相反我 我认为 我在一些方面 比他们还聪明 对啊 这是真的 我在数学啊 我在这个逻辑方面 因为我是左手 哦 因为我说话有点结巴 因为是 我的脑袋 结合会其实有点这样 因为我的脑袋的运转速度 比我的语言速度要快一点 哦 这样啊 对对对 所以 这是不关键 我最后发现不关键 关键就是在于说 你就像张成阳 陈一陈一周 就是他们 包括陈天强 就是首先就是包括马云 我就疼 就我看来就是他们就是 起得早 站这个地方 这个坑站住了 没放弃 因为这个坑呢 本身就就 这个领域它站住了 因为理想今天比如说 我站住这个坑 然后如果说有心的人来 来要去做这个东西 要么收购你 要么要么偷偷偷偷资你 对吧 我自己做一个的话 那我还从明开始做 挺费劲的 其实啊 所以今天一样就是 我站住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像社交网络 什么呢 说社区 因为陈一周 站住这个东西呢 他做了12年 网络游戏 陈一周很早就站住了 啊 你要站住这个东西 然后扛着 然后把其他公司的 什么资本问题啊 什么管理问题 人材问题去解决啊 啊 就是这个老公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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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所以这就说我没有什么优点 但真的优点 可能就是说扛扛着呗 我特别相信坚持啊 就是坚持 但是坚持就是有点 你不能能够特别固执 坚持和这个固执是两回事 坚持是说 坚持是这个大的领域 大的方向 小的方向 你就像那个什么 微小宝一样 或者像功夫熊猫一样 功夫熊猫是说很笨重 但是他坚持 他就说他比较随随机应变 他其实挺灵活了 所以他最后打败了很多高手 维小宝也一样 不会武功 最后也赢了 他会 就是你要在大的方向坚持 在小的地方要随随机应变 但是呢 一定要活下去 他们都有这个攻击 你不能说他们有很多 相反我周围有很多很多聪明 你像我当年考了新华 我们那个戏 当年应该是最好的新华 所以一抬头 全是什么金牌 什么澳塞金牌 全是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省状元 什么的 第一名第二名 全省第一名第二名 就这帮人 聪明一样 聪明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平时都不学习 平时都不学习 就连课本都没有 然后在期末考试之前 去买这个课本 就去书店去买这个课本 新的 看 看了之后 用半天的时间看一本书 或者一天的时间准备看 看完之后直接上 直接上坑淘散 然后都是八十多分九十多分 一百分准分 然后被单词被那些阿姨聪明的要命 对啊 真正聪明的人就说 我见到很多了 我见到特别多 就是从小就是那个 那个父母是教授 从小就是神童 就是很早十三十岁就到了清华 很多很多 对但是说他们 他们当然没有很多人 他没有走企业的这条路 走这个市场经济的这条路 他们可能就是在 现在在美国或者在什么地方 在一个地方上班 或者在中国 在一个企业里面上班 真正是说 你们做企业做什么样 反正我没有那么认为 他们是特别特别 比你厉害很多 你做不到的 但是人家起得早 人家站住了 当你在打工的时候 当你在上班的时候 人家拿着五十万出来 创业 对吧 人家起到当中在干 你在每天吃着火锅 然后吃完火锅睡觉 人家还在那里 那里侧业难眠 去想融资 想公司发展的时候 你没有那个 对吧 等等 等等 所以 所以我也一样 我只不过就是说是 对比 大脑我不能对比 我对比中国的这些 还在公司当着高管 或者当中成 或者打着工人 我觉得我的优点是在于说 我跨出了坚实的一步 对啊 你是80年 80年生了 80后 对 你现在80后 对啊 我跨出了永远一步 因为这种勇敢的一步 这个非常关键 比起来我今天有的公司 有的我综艺 有的自己的网站 很好 你这个网站有很感情 你有很多想法 你很多idea 在这个上面实现 很棒啊 你说有很多东西 就是说你说 花很多很多钱去 去这个买个跑车 开一开 对吧 或者花很多钱去旅游 对吧 花很多时间旅游 那不然我喜欢这个事情 其实我 我就发现 就是说 我也喜欢社区 我今天终于 以前我在为别人做 做做做的社区啊 我今天终于有一个 我自己可以主导了 对啊 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去 把这个东西做 做成一个社区 我们现在说的时候 就回到社区来了 其实我最后特别想问你 就是说 在B轮融资之前 B轮融资你是几年以后 四年 最底线是四年 不可能到四年再做吧 你没有钱烧完了 对对对 不可能吧 看我们发展 看我们发展 另外一看 看资本化环境 对吧 还有一个看 语缘分呢 有些人这个 觉得你特别好 那我就是想问 就是说 比如说 咱们不说B轮融资 比如说两年 你觉得在心里 你觉得这个点点网 是一个什么样子 用户数是多少 用户数 至少超过一千万了 几千万规模 几千万规模的用户数 两年 对 然后有个几百万用户 每天在用 至少 很小了 很小 这个事情比 像人家腾神迅 每天都有一两亿用户在用 对吧 像我们这个几百万 就人家1% 不着急 其实不着急 所有的那个 机会都是有的 尤其是像你这样 其实 我始终地观察你 我觉得你最 最 就值得 让别的人 就是跟别人 不太一样的东西 不光是你好像是 比别人敏锐一点 这是行业知识 就是这个很重要的 行业知识是你的 是你的这个 叫什么呢 就是立身之本 就是你靠这个立身的 就像我做电视采访 或者我做电视节目 这是我的立身资本 这个东西不足以 那个什么的 这个可以一较高下的 还是有行业里面 可能也能找到 跟你类似的 骑刷刷的 差不多的人 是有的 比如说中国数三个人 是数得出来的 对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带着一个人 一辈子走到底的 或者说 取得更大成就的 就是你身上 这样一个 不信邪的 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你基本上 不向很多的年轻人 去崇拜权威 去迷信他人 然后你不信邪 然后用自己的悟性 得来的好多创新的东西 比如说团队建设 对管理的理解 还有对投资的看法 还有对你这个 整个网站的 用人的规模 这些东西都是 没有人教你 都是你自己 在那执拗的出来的 这东西实际上是蛮重要的 我不能说你未来 有多么成功 但是我真的觉得 你这个不信邪 可能极大的帮助了你 真的说 这是我观察你的 这样一个 可能是我非常肤浅的观察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是一个人 一辈子能够 能不能做点事情出来 最大的一件事情 我今天的博客 我还想写呢 我就说 永远不要迷信任何人 我就永远 就 我也许做不成什么事 但是我至少是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 咱俩很相同 我没有任何偶像 没有一个人是我的偶像 我没有 是吧 我有 我没有 我完全没有 你是谁 我的偶像是 邓小春 我有个比较 就是说 那是你的一种政治情怀 对 你觉得他带给了中国人尊严 带给整个中国 就是融入国际社会的 这样一个巨大的机会 走到一个现代文明之路 这个东西咱们都知道 对 其他人够 就是如果说我要 不是崇拜 就是我尊敬的中国领导人 当然是邓小平 这都是一种政治情感 和一种愿望 和那种情感 我是非常明白 就是说 在业务发展也好 在我生活里面也好 我不可能一说有偶像 我没有偶像 是 因为所有的人 他都是有他的优点 和缺点的这一面 优点那边越强 缺点那边越多 你要近距离接触就更多 跟恶魔一样了 真的 我 咱们这个说多了 这个 我一个好朋友 跟乔布斯非常熟 他了解一些 其实乔布斯是非常的 就是说 如果用中国的话说 是非常的自我 独裁 专制 是 所以他的极致是说 品质 质量 体验 用户 这个东西 它就是 实际上都是相连的 所以到最后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你如果把你这个 不信鞋的 一直戴着 然后完了之后 把那个产品完成后 我真的特别希望 能够有小公司 破头而出 真正的说 像创新工厂 实际上我们从心底里 是非常敬佩 李开复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让 汇集很多的年轻人 其实 说老实话 李开复已经是工程名就了 他不再发展 他的地位也在那地方 还有一批 我每次去 这个创新工厂 看得非常感动 我觉得如果能有几个 像样的公司出来 能让李开复的创新工厂 有一定的知名度 从这个意义上 你其实是不为你自己成功 不光光是 算一大片的一个示范效应 其实我们特别期待 这就为什么说 我其实前面采访了 很多的他的公司 刘强东 什么好多 我最近忽然采访一下 那个剧品的 陈欧很小 然后那个 我说许朝 许朝军 我要采访 我说这些人 现在真的是说 特别的 这个 有激情 有冲劲 是我眼里的 就是特别 珍贵的 珍惜的那种 创业者 我想把你们这样一些细节挖出来 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 但因为你也是本身是一个需要人关注的一个事业 所以这是我们结尾一个非常的 我发自心底的一个初衷 我真的希望你们点点网能够好起来 所以你看看我今天的微博 是的 好多这么来做的 这是 也是优密网的愿望 我们也是一个创业的小公司 我们也都在扛着 也在挣扎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忠心祝福 你的愿望能够实现 好了 我们今天就结束采访 谢谢你的时间 好